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内险股最新亦获得国策支持 财政部发布新政策 保险企业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税前扣除政策 会大幅降低保险企业的税收成本 业界估计会将整个保险行业增加税后的利润 业界估计会有几百亿元 随着利好内险方面的带动 保险股五后都急升 当中人保的A股升停板 H股有升半成 至于大部分都是升的 至于在成交榜上 现在看到有中国泰保升3% 还有财险升5% 财险升幅挺好 阿嫂柳翟平保第三位 胜0.8分点 少点升幅 看漏了她 成交额 永远都是她冠绝同行 不过今天未必要谈到她 谈到财险 因为升幅又大 加上成交也大 看看财险 如果我没有看错 应该都超过了昨日全日 有大刊唱好祝福她 我看回野村 野村说去到股值吸引的水平 看好她 推荐买入评级 大家明白 我要更新大家 就是财险和受险 受险一般赚钱能力较强 因为财险始终赔钱赔得多 鸡毛蒜皮又赔的 但是 现在野村说到 他们的股值 现时据防守性 也去到一个吸引的水平 预期很多盈利的预测 将在北边由10.64 标价下降少少 这么无聊 10.64 下降到10.63 下调了一仙 计数计得很准 很精准 一仙都要提升 评级是维持买入的 是的 为什么财险的股值 是比较具防守性 因为财险的股价方面 最近也是一个低水平 当然现在开了大洋烛 就去到8.5 之前 如果你说今年的低位 就在1月的时候 最低是有低见7.61 其实距离现水平 都不算很远 再加上它的市盈率 亦都是比较 在同业来说 算是一个比较低的市盈率 就有10倍 当中如果是同业的 平保就有12倍 你说如果是有帮 还是37倍 是的 估值上低 当然了 如果你纯粹比较PE 就是这样 比较 平保没得好说 因为一路炒上 价格就高 它有它的原因 很多生金蛋 在肚子里面 看看大家是否正确 如果以技术走势上去看 看见你写的7.61 就是今年的低位 是的 之前的底部 值得关注 似乎今浪暂时都不用去穿 同时今天配合大量的成交向上 我想第一站 看较早之前 在3、4月横行的底部 8.68 是较早之前 比较近的 成为一个参考阻力 看看有没有机会可以挑战上去 是 除了平保之外 除了几只保险股 平保似乎升得比较少 它本身比较 平时没有那么大 大上大落 相对冷静 相对冷静 亦是平稳 还有它的股价 亦都不像刚才那样 就是一个偏低 是 刚才资源已经很近 今年的低位 都跌到很惨 反弹力度就会强些 平保其实都很近 今年高位是4月24日96元 看看 现在是86.25元 都很近 没错 始终是强势股 大家的选择是强势企稳再升 抑或是选择绝地翻身 平保确实有转好的势头 这一浪基本都没有如何 这一浪基本上是强势好过十条十天线 由5月第三个交易日大列口急跌之后 在今日首度 企稳了一条十天线 资金方面 我略嫌它成交就不够了 成交现在 它进入政策的炒作 其实先得昨天的药膜 七成半左右 三分二 暂时看不到有一个很大的资金涌入情况 相对起来没有那么易动 可能搏残的话 搏财险短期有机会升得快一点 一众内险股今天整体板块都升 但友邦虽然都是保险业务 但没有受着一起带动 友邦不同其他同业 就是跌1% 暂时报76.55 如刚才所说 中央对于一些本地中资保险商的政策 财政部方面发布新政策 友邦一定不受惠 所以内地A股板块也是炒平保、国售之类的股份 人保、财险 都是集中在这些股份 就未必炒到某邦 某邦今天也要跌 以及贡献恒指的跌幅比较多一点 它暂时是贡献得最多的一只股份 代表恒生指数有33点跌幅 腾讯方面贡献了32点跌幅 两只叮当码头 最近跌得多的信羽 暂时似乎今天来看稳一点 暂时没有升跌 没有继续跌下去 原来信羽在昨天开了股东会 公司股价在五月最多一度跌三成 信羽的董事会主席 叶宁在股东会之后 华为是他们的重要客户之一 例如华为的收入占整体超过两成 华为业务占他们的盈利比例 相对较低 不过大行大家都发表报告 例如野村报告说 将信羽的目标价由115元大涉到80元 将盈利预测下调10至15% 如果目标价是80元 现价是69.3元 高盛发表报告提升了信羽是中性的评级 目标价是维持70元 现价相当于近市盈率 预测2020年的市盈率是15倍 信羽说真的 管理层方面再一次确定业务 始终与华为有差不多的关联 变成利淡股份表现 所以今天持续地不太弹 股份现在如69.2元 就这样打平手 当很多股份都开始 随着市稍稍稍反弹 收复10天线的时候 似乎它未能收复10天线 距离10天线 距离10天线72元 仍有2.8元左右的水位 不是要大家去买 而且今早站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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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没有力度 不要捞住 是的 都是贸易相关 说到信羽受着贸易战影响 拖累会下跌 我想说铁塔 我想说铁塔 就是在炒作受惠的概念股 先说铁塔 是受拖累的 受拖累的 今天给1.8.4元 1.8.6元 原来又下跌1.8元 有些虚伙 虚伙的意思 就是价格 看到刚才开在近10天线的位置再上升 似乎又有个炒作 所以有时候虚伙又下跌 是的 不是到收市 就不要说它确认些什么 是 今天那管去到1.8.6元 老实很多人都想着1.8.6元 还不追 肯定收到1.8元 再不追1.9元 买高了1.1元 就更虚伙 收市1.8元 老实这些真是最低限度 一点都不觉得强 只是最低限度要站稳 如果它站不到也很大 所以站1.8元 一点都不属于英俊 大家自己需要小心一点 你说看受益贸易战影响得多的股份 就看了7.6元 中兴呢 今早我说三个选择 选择中兴 中兴还有个阳竹 即是临近收市 暂时在20元楼上是20.2元 不过都不建议说可以骂 骂这些其实都是拼的 是的 所以跟贸易相关 我想大家都仍要少少审神 你说哪些受益 即是炒作概念 其实都是拼的 这些稀土板块和芯片 看看7.6.9元 中国稀土今天有升幅超过三成 现在阳竹已经缩了七七八八 现在是报六毫三 今天是开六毫二 升幅升两乘三 好像很厉害 但其实今天一到 就有升超过三成 缩了很多 图都不太漂亮 没错 今天开出来的时候 其实一直飙升上去 现在刚刚才落开市位 成交都够大 但老实似乎向上冲过 但是落回来 这种走势给人少少感觉 就是高位真的多吃虎 未至于阴 我认为最欲酸是2346 2346 2346 升雨 都仍是阴阶 是的 稀美就好些 稀美科技601 升幅 都是缩了一点 但现在都升到1成6 如果图上看 看到仰竹 还有个仰竹在 未至于缩了 是的 既然记得钟的时候 跟大家更新 在三毫一仙半 就是三日前之大阴竹 那个竹身顶部开市位 现在升上去的位置 其实正在玩突破 当然了 刚刚站到就未算突破 站多些就叫突破 所以如果从短差的角度来说 今天成交首先足够 跟昨天去比 差不多四、五倍成交 如果能够充出3毫一仙半 走势会更好看 是的 但是你要考虑 那个稀土 是不是真的会炒得 炒得长线一些 是的 纯粹真的一日货仔 其实大家可能炒 这个稀土板块的人士 可能都是想着快手 看到有赚就走 不敢太长 连大股东都立刻沽一沽货 是的 大股东当时沽了货 是的 所以看来大家都不敢看得太长远 都是短炒薄下 没错 所以 即是博一下他何时有消息 是的 我就觉得这些 有时一日玩到 OK 代一代 都OK 是的 是的 有赚就OK了 不要验 你想想过去那段时间 不用转途 就是起尾 曾经冲到三毫八的时候 难道你追 追了之后 中间曾经下过两毫四 才再来回现在三毫一 真是神魂颠倒 很难猜 所以要小心 是的 另一个 都是受着某些战之下 受着消息大动而炒上的板块 芯片 没有这麽大的波动 可否破到位 但是暂时也破不到位 亦是有一个阴烛的 刚刚落到九个一毫二齐头 是的 我这个图就是近九个一毫二 即是一个前顶 5月3日的顶就是九个一毫二 没错 其实现在近这个位 刚刚好 要搜的地方可以搜到 但是就阴烛 是 你可以这样说 如果看前顶就是 但是如果你看近这几天的顶位 其实每天都在九个二毫七 九个二毫八左右 那也是 无论是开市还是收市 过去两天的阳烛顶 和今日的阴烛顶 是的 似乎这个位置仍然有些魔力 可能又是一个 暗中夹住了 看看能不能冲的关口 新阻力 九个二毫七 是的 这几天都冲不住 之前就在九个一毫二 是的 好 现在恒指都进入了竞格时段 就是暴跌27244点 跌146点 如果你看之前的27260 10月那个 未定的 是的 等下还有一个竞格子段 暂时就是失去那一个位置 看看U盘之后会是怎样 我们开完广告 就回来和大家看看 好 回到节目时间 现在暂时正在计价 我想补补南水北水的动向 今天流入A股就没有了 只有流出 因为昨天MSCI换马 夹夹夹夹夹夹好几个原因 重现一个八年流出之后 断揽进入一个流入 74.9亿 今天没有MSCI换马 又现形了 又流出 流出30亿 比过去来说中中停停 相对起南下 刚才说北上流出 即资金减持A股30亿 南下的资金合计流入32.6亿 教起过去十天八天来说 算是一个偏高的水平 大家即管去参考这些数字 也报了牛熊街货 恒指现在报27,244点 是经假时短 至于最新的牛熊街货分布 现在47%是牛症 52%是熊症 熊症比较多 而重仓位方面 熊症重仓位是28,100至28,000 之间有1,341张熊症 牛症的重仓位 其实在26,800至26,900 是有793张 在27,100至27,100 都有782张 都不算很重 如果真的比较重科 都是只有熊症 在28,100才有过千张 没错 熊症虽然熊症比较长一点 但是远一点 一千点过外 中间也有很少 就算最近的27,600至27,700 左右 有293张 又不是那么多 你说真的很想杀熊吗 我想大会也很少 也不是很吸引 没有可能升成千点 为了杀熊那天 那麽少 给点力 给点力 继续买熊 可能要多些人买 才有诱因 没错 现在就看看YouTube上面 Karen就问 659穿了250天善和 是不是要减持呢 那下一个支持位 会在哪裏呢 那新创建 现在就报是15.24 竞价时段当中 就跌0.1% 那如果 其实现在就是穿线的话 不过你看回 如果 我想看看部署 是想着多少 多长远 那其实它 在收益率方面 都有超过5% 而你说是穿线 其实看回 它是之前都有穿过的 穿得就 不算很严重 亦都是可以上回来 似乎 未必是一个 那麽明显的指标 但是如果 你是短炒的 你未必是想着 可以长放在那裏 如果你问 我想都是未必 想着就这样放在那裏 那的话 你可以参考 一些支持位 可能要看远一点 因为近期 都没有一个近的底 先看看 现价 13.7 那些位置 有点遥远 现价是15.24 如果你看到这麽远 怎样都不对 全体都想不到 为何会短炒 你当是13.5%左右 是啊 时间上和价位上 都比较遥远 都未必是 那麽有力的支持 如果你说短炒来看的话 短炒真的未听过 每个人买新创建 是 有趣 那如果你长的 是不是可以不用担心 长东 长我很担心 长到担心 我常常都强调一件事 长渣 首先 息率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股价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是 有领展 有煤气 你选择 你选择 当然 看你何时去看它 半年前去看它 它绝对是领展的 一、二月不停摔上去 但是 我一略嫌 它现在 有少少 是越跌越弯 为何我看到 好像有少少 是弯向下 它不是斜线 是越弯越下 是啊 坦白说 你不利息很快跌了 是啊 你很快跌了 有个不利息 坦白说 你如果想看价格 你觉得领展的价格 不够吸引 那样的话 那便宁愿看一些 就是 财息可以兼收的 有没有机会 譬如 亚洲水泥 最近都脆剩了 那当然股价 不会像领展那些 那么稳定的 那一定就是会有波动 但是相对上 就是看图的话 都比新创建 没错 最近也是刚刚随证了 随证员 亦都立即被买上 如果计算利息进去 亦都再度破了顶 如果7毫子没有在股价扣走的话 是啊 所以我感觉上 或者可以考虑其他 如果收息都可以 7.43 港德也好 我觉得价格相对稳定 还有水泥真的不是一只只 水泥这期它行很强势 破顶 往迹的派息就有7厘 是啊 都挺高的 好过你买新创建 新创建价又不行 息又 息OK 但是价格下跌了 那 诶诶诶 银了十天 你已经没了一年的息 都是 你为了些什么呢 小心点 考虑一下减次 没错 好 Kent也是问要不要放 他就问一只6098 也是强势的 他说要不要放呢 也想考虑食糊 但是因为看到他今天虽然有破顶 暂时竞价就是报15.54 但是其实也很长的上影线 高件16元就下来 Kent可能觉得 看到他 因为如果你开小时 或者一分钟图来看 就应该是一个到V 即是冲上来 就下来 他可能觉得不太漂亮 看看是否都差不多 我就会说 样子可以再好些 绝对有改善的空间 但是毫无是一枝洋竹 有时这只股份 你看到的 五月的时候 整天都有阴烛 但是阴下又阳下 阴下阳下阳下 阴下阳下 结果他今天就破顶 即是说 如果你不要用一日半日的走势 是 他是破顶 没有必要走 除非你可能明天出现一个阴烛 都要考虑 我觉得可以 再提提 譬如15.2 五月初是前顶 你现在都突破 我认为就不用看得那么紧 当然 你吃虎也不阻礙你 但情况就是 走势可以更好 但不是更好 可以再看看 你觉得有机会是什么 还有机会再上 暂时未说 譬如 今天来看 上影线似乎冲高再回落 有点阻力 但可以再提多一天 起码市 价格匹匹弱弱 而一只个股可以做到 已经很厉害 全部均线 连10天线 10天线 20天线 下穿50天线 已经出现了很多股份 身上 但现在这只股份 连10天线 20天线 都没有穿50天线 还要是10天线 都没有穿20天线 其实 这么多条线一起排好 老实说 不是那么应该挑剔人 所以我会觉得 哇 可以了 拿到这只 收拾了 五月份 五穷月 得你赚钱 所以可能他很害怕 这么好的一只股份 可能会推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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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都是 平稳过渡 这只股份 不要这样 然后Michael问 港交所388 现价可否可以入 港交所近期这几天 都做得更好 今天暂时升0.3% 报255.4 虽然有个阴烛 但是整体来看 在5月20和19之间 有个低位 前面是242.2 似乎现在 去到这个位置后 都反弹 反弹 反弹上来 是的 而且暂时 今天虽然有个小阴烛 但是也算是站在20天线附近 20天线就是254.8 照保持多一阵 我觉得他这段时间 比市场更好 虽然今天也跟回市场 就稍为阴烛了 他有升 他是阴烛 他不是不升 所以我觉得也好 有货照保持 他是想入货 想入货 但是这个是一个重要的关注的地方 本身他也是比较强势的 近日就 他就很跟市 但市就 也要担心市 他比市强比市 不过他会受影响 都会受影响 我觉得未必需要急着人 大盘那些股份 今天腾讯又跌 又帮又跌 港交所跌 是得值平保 叫做有政策 可以升到少少 是 不用急着做 好 CYChang就问了 Hello 想问2331和3888 可不可以入 他两只 看看有没有哪一只是好些 2331 我记得我们中午都说过 对 现在升2% 报13.2 李宁 今天都持续在活跃成交额房上 今天都成交多 是的 今早都跟大家说过 他是一只强势股份 应该可以等待 做一个箱底 升穿颈线才买 当中参考的位置 就是13.8 但如果你现在偷埔买都可以 那便不要让他穿最近12.4 13.8是上方 企图会英俊 可以更加放心买 如果你要偷埔 你不要穿12.4 我觉得这只股 照计也不会买错 又是很强势的 是 稳定一点 在不好的市场里来说 都算是跑人大市隔 是 他说3888 去比较 又有不同类型 两个有 走势上 他有 大家都是做箱底 大家都想做W型 金山远点就成功做到 是的 金山远点明显突破了中间的19.6 19.6 所以 如果你问我 急切性 金山远点 金山远点 好 另外那只可以观看 都可以 都可以 看你想快还是 打压性 打压性大一点 是的 然后 Ruby说1778升 今天就是物馆 刚才Can問那只 迫伏 都是升 彩生活 迫伏 因为都去到一个破顶的位置 有一个场上影线 彩生活 都是挺漂亮的 羊竹 也没有明显的影线 现在就是报约4.59 修补 也挺好 是的 即是在低位上弹上来 现在就 很明显今天 行业都挺当炒的 它又是跟贸易战不相关 雅生活3319升了5.3个百分点 应该是行内最厉害了 跟着还有其他的 好像刚才迫伏的破顶 但是升得少 有只1538中澳度加升了4.6 有只祈福生活3686升了3.7 即是说 今天行业是有得升的 我觉得 要保持它 它有机会有条件抗市跌 是 好 我想最后看1313 Michael 1313 为什么不涨 今天水泥股 近几天都普涨 1313也不是不涨 涨得少一点 涨了有0.5% 现在是现加布6.8毫半 两天都阳烛 近日的水泥股涨 其实很多说 受惠住北方地区的水泥价格 上涨 华润水泥股涨 华润水泥股涨 主要是做广东广西多 如果北方地区水泥价格涨 也未必是直接去那么大的影响 关于市市 但是如果整体板块升 都会受到受惠 可以大动一下 可以再看 应该不用太差 是的 因为整体行业上涨 就不是直接去受惠 所以他也没有那么好的胜伏 嗯 好的 今天时间到这里 谭生指数跌155.27235.27260 成交大了一点 因为进入竞价时段 780多亿 832亿 虽然失败而言 未算是很偏离位置 不是差很远 所以明天就继续看看 好 明早9点15分见 拜拜